您好,我是人工智能主播娜娜 大家好,我是老中新闻人工智能主播娜娜 10月6日湾区多地破百年当日高温记录 都入秋了,加州竟然受到热浪袭击 湾区多地于10月6日当天 破了或平了近百年前来袭的一股热浪记录 根据联邦国家气象局的资料 Sam Rafael于当天创下湾区最高气温记录 达107度 该市最接近的气温是在2023年 当时最高温为95度 在Marine县,Pentfield正6日当天也创下102度高温 打破1930年所创下的最高温记录97度 Sonoma县的Santa Rosa,当天气温也高达到102度 与1930年的这一天气温相同 Napur县,最高温出现在Napur州立医院的102度 同样也击败了1930年所测到的96度热浪 旧金山市中心的气温也达到了97度 打破1992年创下的94度的记录 旧金山国际机场气温为98度 超过2023年最高温的92度 我们关注下一则新闻 为了G世代脸书要拉皮年轻化 与Meta旗下其他品牌相比 老资格的脸书也显得老抠抠 因此母公司Meta宣布 要将这如今被人笑称老人在用的社交媒体年轻化 主要的年轻化作业在更强调当地社区资讯 影片和脸书群组等 其他的脸书产品如MetaEye FB Dating和Messenger 也正在接收更新 最值得注意的是 当天在德州Austin举办的脸书快闪活动上 所宣布的FB重新设计的重点 将会把部分精力放在其娱乐选项上 此举旨在与TikTok等应用程式竞争 这些改变也将集中在脸书为当地社区用户 提供更实用的产品上 除了买卖群组外 该网站还成为其他当地群组的重要集结地和沟通中心 例如那些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群组 就像目前受飓风海伦影响的州的情况一样